那我们今天先来介绍的是爱丁堡龟笔 它大小分非常的多 其实也不止这些 那我惯用的话是2号3号4号 或是5到6号选一支也可以 像这支的话大概是5号 5号的话就是比较粗一点 那2号3号就是非常的细 龟笔类都会比较细 那我都会通常拿来画细部的地方比较多 然后水分上也会比较好控制 因为它非常的便宜 也是台湾的品牌 所以非常推荐给同学 再来推荐是日本的柴云塘面相笔 这个是红雕毛 这个大概是2号左右 那同学也可以选择买 就是2号或是大字一点 5号左右也可以 然后因为它是动物毛 所以在掌控水分啊 或是说在一些笔尖上 会比较好控制 会比较好画 因为它价格也非常便宜 所以非常推荐给同学使用 再来是价位稍微再高一点点的是 林布兰的雕毛 然后价格大概是200出头 然后因为它也是动物毛 所以它弹性非常的好 而且你看它笔尖也是够细 所以在画细部上的话 会比较好控制 对这也是推荐给大家的 另外呢也是比较类似的 是牛顿的品牌 价格也是跟林布兰差不多 因为它也是动物毛 所以就是跟林布兰其实蛮相似的 所以你们可以选择一只就可以了 再来是自来水笔 然后自来水笔有一些品牌呢 它还是会分粗细 你看看一下 它这边有毛比较多的 比较粗的 或是说比头比较细的 那因为这个比较好买 它一般文具店就可以买得到了 然后我今天介绍的是 就是乌足这个日本的牌子 比较方便是它这边打开 你可以填充装水 对那有些同学如果要出门拿 想要携带方便的话 可以直接装水进去 它可以就是边挤水 然后边开始上色 但是我觉得对初学者来讲 太困难了 你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先不要这样 里面先不要装水 就直接把它当成一般笔 使用就可以了 再来呢 这也是稍微比较高价位一点的 是拉菲尔的雕毛水彩笔 那我今天带的这支呢 是三号 对它就是弹性很好之外呢 就是你在画大面积啊 或是在晕览上的话 会比较 效果会比较好 再来呢 这是我最近常常在使用的 新款的白叶的水彩笔 那因为它也是整套 就是非常多 就是不管粗细大小的 那我最常使用的是 我都会用细的选一支 大概是二号三号 画大面积就是 粗一点呢 就可以选的大概是 三号四号五六号都可以 那以上这些就是 各有水彩笔的介绍 我容易选择 跟老师使用一模一样 产品的迷失 可是我喜欢的 或是惯用的 不见得百分之百 也适合你 使用一两次 不见得就能够上手 记得多跟自己的用具 培养感情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